第3410张杂天赋,随着完颜山强势镇压之下,盐武场再次恢复了平静。柳无邪静静静地走到测试杯面前,下三玉的时候,他就测试出来至尊天赋,对今日的测试倒也没有太多担心的地方。既然选择了考核,他的目的只有一个,争取拿到第一名,获得各种资源。 在无数目光聚集之下,柳无邪调动灵神法则,注入到测试杯中。当灵神法则融入测试杯的那一刻,一股强横的光泽,冲天而起,丝毫不在龙一鸣之下。 至黄天赋,又是至黄天赋,完颜山一脸激动地说道,从光泽的形态以及释放出的能量柱,竟然压过了龙一鸣。 这一幕让完颜山三名长老兴奋不已,被淘汰的那些弟子,全部长大了嘴巴,一脸的不敢置信。 刚才他们还多翻嘲讽,现在看来,他们才是这真正的小丑。 远处的姚麦奇跟卓阳,眼眸阴沉得可怕。 他们万万没想到,柳无邪的天赋,竟如此之高。 他们三人已经通过了考核,其目的跟柳无邪一样,奔着资源来的。 龙一鸣正在跟几名天交聊天,突然传来的光着,让他们停止交流。 尤其是刚才恭维龙一鸣的几名弟子,此刻脸色十分难看。 刚才他们还吹嘘,龙一鸣乃十万年不出的妖孽,这么快就遭到了打脸。 只有柳无邪,不禁醋了醋眉,奇怪,我的天赋,应该不止这黄天赋吧? 柳无邪暗暗说道,光着还在不断增强,隐约要冲破这黄天赋了。 还在攀升,难道他是永恒天赋,完颜山一脸激动之色,天神殿已经二十万年,没有诞生过永恒天赋了。 其他考核弟子也见到了,柳无邪的天赋,竟然还在不停地增加。 就在天赋快要突破到永恒的时候,浑海中的第四元神释放出一股强大的能量,强行压制了柳无邪的天赋。 正在急速攀升的天赋,突然停了下来,甚至开始下降。 这一幕惊呆了所有人,连完颜山三位长老,也是一脸蒙,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情况。 正常来说,考核的时候,天赋只会越来越强,呈现往上走的趋势,最终定格在一个位置上。 像柳无邪这种后继武力,天赋下跌的情况,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。 柳无邪也蒙了,他搞不明白,为何第四元神压制他的天赋。 如果不是第四元神压制,早已突破永恒天赋,甚至达到更高层次。 刚才还是至皇天赋九级,请客间的功夫,降到了至皇天赋八级。 而且还在不停地下降,这个现象,连完颜山他们也看不懂了。 至于那些考核弟子,更是满脸的疑惑。 根据古籍记载,有一种天赋会出现这种情况,起初天赋奇高,随着修为不断增加,天赋反而越来越低。 站在完颜山左侧的老者,似乎想到了什么,连忙对着完颜山说道。 李氏书杂天赋,完颜山汗了汗手,也听过这种天赋,继续说道。 我也听说过这种天赋,这种天赋飘忽不定,时强时弱。 此子身上玉神器博杂不堪,才导致天赋忽高忽低,应该就是这个原因。 六侧长老神是不断查探柳无邪的身体,发现柳无邪体内的玉神器,十分博杂,不像是其他考核弟子,玉神器无比精纯。 可惜这么好的苗子了,完颜山摇了摇头,如果柳无邪能定格在顶级至皇天赋,估计宗门会有一堆老古董想要收他为徒。 哈哈哈哈,他竟然是杂天赋,不只是三位长老知道杂天赋的来历,在场考核的许多弟子,他们来自个大家族,对杂天赋,多少有些了解。 什么是杂天赋,那些对杂天赋不懂的弟子,纷纷出言问道,杂天赋只有那种出生低违的人,才会诞生这种天赋,他们体内的污垢之气,无法完全清理掉,踏足的位面越高,这些污垢之气,反而会突累他,最终形成杂天赋,这小子应该是下狱的修士吧,所以出现杂天赋,倒也不足为奇。 知道杂天赋的那些弟子,一副嘲弄的表情,各种嘲笑声,此起彼伏,只有柳无邪心里最清楚,自己并非什么杂天赋,这一切都是第四元神搞的鬼。 原来如此,吓了老子一跳,以为他是顶级智皇天赋呢?周围的嘲讽声越来越多,而测试碑上的天赋,还在不停下降,根本不受柳无邪的控制。 最终降到智皇四级天赋出奇,介于三级跟四级之间,比三级略高一些,比四级略低一些,正好压了龙一鸣一筹。 远处苍穹,略过来猝食道人影,五星堂主也在齐猎。 他们正要落下,发现测试碑上的天赋正在下降,纷纷顿住身体,显然他们也认出来砸天赋了。 可惜,真是可惜,其中一名老者,连连可惜,没什么可惜的,随着时间的流逝,他的天赋,很快就能跌到至尊天赋,最终跌到王者天赋。 五星堂金山缓缓说道,中三玉之前也出现过砸天赋,至今无人破解,所以砸天赋,一直不被人看好。 眨眼间的功夫,赶来的十几名宗门强者,消失在空间之中。 来无影,去无宗,通过考核,去那边吧,不管如何,测试碑考核,柳无邪目前排在第一,完颜山还是给予足够的尊重。 柳无邪本想解释,既然是第四元神故意如此,那索性装糊涂吧。 况且真的曝露真实天赋,未必是好事,木秀于灵,风必摧之,那些竞争宗门, 肯定不允许天神殿诞生永恒天赋,以及混沌天赋。 这也许是第四元神真正的意图,你们还不知道吧,砸天赋体内,蕴藏着好几种天赋,如果能将至皇天赋剥夺夺出来,便能融入自己体内了。 知道砸天赋的那些弟子,目光不怀好意地看向柳无邪。 正常来说,天赋无法剥夺,除非剥夺体内的血脉之力。 但砸天赋不同,因为天赋博杂,有高有低,只要将至皇天赋剥夺出来,融入自身,就能继承柳无邪体内的至皇天赋了。 此话一出,四周一片哗然,完颜山三名长老当然也知道,身为长老,自然不好开口。 太好了,我只要剥夺了这小子体内的天赋,就能通过明年的考核了,一定要趁着他的天赋还没跌落到至皇天赋之前,将其剥夺。 四周顿时传来无数不怀好意的目光,尤其是那些王者天赋,以及至尊天赋,目光中透着火热。 周围的谈论声,柳无邪尽收眼底,眉头紧簇,不管是何种结果,似乎对他都不利。 曝露永恒天赋,同样会成为众矢之地,遭人嫉妒。 砸天赋虽然完好隐藏了自己的天赋,但砸天赋的性质,注定又会成为众人掠夺的目标。 一些胆大之人,恨不能现在就冲上去杀了柳无邪,剥夺他体内的至皇天赋。 半年之内,这小子的天赋,很快就能跌落到至尊天赋,想要下手的,一定要在半年之内。 根据以往的经验,最多半年,柳无邪的至皇天赋,就会跌落到至尊天赋。 对于四周的议论声,柳无邪充耳不闻,既然是第四元神决定的,他已经无法改变了,只能顺其自然。 走到另外一侧,姚麦奇还有卓阳两人,纷纷看向柳无邪,目光中明显带着心灾了祸。 无视他们的目光,柳无邪朝一处偏僻的地方走去。 还没站定,就看到两名男子直奔自己而来。 两人修为不低,都是顶级灵神镜。 小子,你现在退出考核,我们可以考虑饶你一命。 左侧男子,一脸阴沉地说道,退出考核,有无邪满头的污水。 他一直很低调,连之前撞向自己的男子,他都选择了无视,因为他不想多事。 自己似乎不认识这两人吧,为何要让自己退出考核? 小子,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?如果不退出,你知道后果。 右侧男子说完,寄出恐怖的灵神之势,朝柳无邪碾压下来。 考核还在继续,他们倒不敢在这里出手,只是威胁而已。 柳无邪目光看向两人,随后又看向他们身后,正好看到龙一鸣朝自己看过来,突然明白了这两人的意图。 让我退出,这样龙一鸣就能拿到测试第一,我说得没错吧? 柳无邪笑盈盈地看向两人,一脸信念地说道, 他虽然是杂天赋,但目前排名,碾压龙一鸣一筹。 根据规则,四官考核,只有第一名,才有资格进入宝霞殿中修炼。 至于破真丹,神经,御神术,对于龙一鸣这种大家族弟子来说,自然不缺。 况且他已经突破到真神境,破真丹对他可有可无。 这些奖励中,唯一让他感兴趣的,只有宝霞殿了。 如今第一名被柳无邪抢走,意味着测试环节,龙一鸣错失宝霞殿的机会。 如果柳无邪退出,他顺利晋级第一名,宝霞殿的资格依旧落入他的手中。 小子,你还算聪明,你现在什么处境应该比我们更清楚,如果你愿意退出,龙公子愿意保你平安。 左侧男子之言了当个说道,不再隐藏自己过来的目的。 柳无邪试下御弟子身份众人已经知晓,就算放弃,也不妨碍他加入天神殿。 他们却不知道,柳无邪选择参加考核,同样是奔着宝霞殿而来。 不好意思,我拒绝,柳无邪贪了贪手,一副爱莫能住的样子。